各位老师好 在刚刚安琪老师非常扎实 又非常完整的课程之后 接下来接力棒就回到我身上了 那我接下来即将进行15分钟的说课 那我的招案名称是主体之追寻 从非杀人小说到非虚构写作 那在等一下的报告里面 我会分成四个部分去做说明 分别是这个招案怎么样设计的 然后我的课程是如何去安排的 再来我会分享一下各堂课的教学活动 以及学生的成果 那最后会有课后寝思跟学生回馈 可以让老师们理解整个课堂操作之后 学生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感觉 那他们又是怎么样去看待这门课的 好那事不宜迟我们就开始咯 好这门课的设计源起是这样子的 其实蛮简单的 那有一些东西在我刚刚关课的时候 其实也有谈到 就是我在跟学生聊天的时候 因为我去年代的高三下的学生 是自然组的学生 那学生们就常常会在那边烦恼说 他们觉得像数学啊 化学啊 物理啊 这些东西都有公式 所以其实他们相对来说比较好理解 可是像阅读测验这些东西 他就觉得为什么每次我看 写的答案跟最后的标准答案都不一样 那这是不是有一些主观的见解之类的 是不是蓝色窗帘 好就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这些讨论了 好那所以学生的烦恼是 文学作品好像没有公式 那能不能解读好像是个人的本事 好那这时候我到底要怎么样去回应呢 我自己对学生的回应是这样子 我跟他们说 对你说的没有错 是真的没有所谓的公式 可是什么 可是有所谓的工具 好那这个工具就是什么 这个工具就是所谓的文学理论 而透过文学理论去分析文本 可以让我们从一个普通的读者 成为一个厉害的读者 好那说是这么说总是要示范一下嘛 所以我就跟他们说 那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 我们就来试试看一个比较不一样的阅读课好了 好所以就是这个整个课程的一个源起的构想 那但是这样子可能还是不够去发展一个教案 所以我进一步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 那学生都到了高三下了 说实在话 我就讲直白一点 我们学校的学生啦 或者说我的学生有的时候蛮功利的 如果他觉得没有用的东西 他就会觉得我干嘛要花时间学 好所以在这边我自己一直不断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 我要怎么样把文学理论跟高中生的生命去产生连结 让他会觉得 诶这个东西我好像可以来学学看 诶这个东西我好像用得到 好那所以我在这个问题的带领之下 我自己设定了三个标准 第一个我希望文本是有趣的 第二个我希望如果要拉理论进来 这个理论必须要是好操作的 是学生的程度能够去负担的 再来是我希望产出的成果是有用的 这样可能学生才会觉得他们想要来做 好所以在这三个标准之下呢 我自己找出来的首先第一个文本的部分 我找的是李同豪的《非杀人小说》 那这篇小说其实有一点长 它大概是一个一万多字的短篇小说 但是蛮有趣的 因为它读起来并不复杂 好那我很简单的说明一下故事的内容 简单来说它就是在说有一栋公寓里面发生了凶杀案 那这个主角张先生 他就试图想要担任那个侦探的角色 去破解为什么邻居被害 凶手到底是谁 那结果查一查之后就觉得 我的妻子好像是嫌疑犯耶 好然后最后他去跟踪他的妻子 想要找出妻子的一些嫌疑的时候 才发现真正的凶手到底是谁 好那这个作品蛮近的 因为它是2017年发表的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文学奖的得奖作品 那我就觉得这篇作品蛮有趣的啊 因为它的整体的剧情来说 它是一个推理小说 但是因为作者想要投稿文学奖嘛 所以其实它有一些企图心 就是它不是单纯的只是想要写一个推理小说 它在这里面还是放了一些蛮文学性的部分 好比方说它在剧情的刻画上面 它就会接触到人跟人之间的一些关系 还有人怎么样去看待自己 还有人在这个中年阶段之后 其实它还是有一个受困的心态 但是它又想要去突破等等等等的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蛮适合我的学生来做阅读的 因为一方面读起来有趣 再来是它还有可以挖掘的地方 好那接下来切入的角度 我就找了拉纲 好因为学生可能对于心理分析相对来说有兴趣 那当然这个文本也可以用拉纲以外的角度去做切入 比方说要用女性主义去切也可以 好或者是想要从大众文化的角度去切也是可以 好那不过考量一下学生的程度跟兴趣之后 最后我还是选了拉纲 好那再来产出的成果 好就是还是要符合学习历程档案嘛 尤其是高三下了 好那去年就是108第一届的高三 所以其实学生很焦虑 那我自己就想了说 那我希望可以把这个课程的内容 从小说分析一直到理论应用 最后能够阐述一个成果 就是把他们所有课堂上面的东西 集结成一个故事小数 就会成为一个学习历程 好那也要求同学就是做这个学习历程 那到时候可以上传 好那说了那么多 接下来来介绍一下我的教学对象 我的教学对象是新北市的社区高中 那他们都是高三的学生 那这个课程主要超做过两次 一次在普通班一次在重修班 那我觉得我还蛮兴趣运的地方是 在普通班操作的时候 我们是直接面对面授课 好然后我有两个班的学生 所以我们就做了第一次的练习 那接下来在重修的时候 我又把这个课再拿出来上 不过因为重修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隔离了 所以那时候是用线上授课的方式 所以在这边我觉得很幸运的地方是 我有实际上做过现场的操作 也有做过线上的授课 所以待会看成果的时候 老师们两种成果都会看到 好那不管是普通班或是重修班 其实他们的程度都差不多 所以我都一起这样分析 为什么说差不多呢 因为重修班通常都是没叫作业被当掉 所以其实他们的国文能力也没太差 好那所以这边我大概分析一下学生的特质 第一个国语文能力OK 好那他们习惯小组讨论模式 因为我们课堂上常常在做 再来就是对文学理论陌生 因为课本根本几乎没有 好所以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呢 我去设计我的课程 那我的课程架构是这样去做安排的 我大概会分成四个部分 首先先让同学去理解文本 再来是我会把理论拉进来 让他们去接触理论 接下来我们就要转而能够去应用理论 最后去制作成果 那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会有一些内涵跟策略 比方说理解文本的地方 我主要会着重在结构分析的地方 那就会利用到故事山的策略 那接触理论的时候 我就会利用理论 让他们去做一个人物的深度分析 一方面熟悉理论 再来另外一方面更加了解文本 那这也就会做自己图示的操作 就是老师们看过的那个部分 那再来我们一定要从文本走出去 因为如果只提论在文本的话 好像太过文学性了 学生可会没有兴趣 所以还是要跟生活产生连结 所以我会让我们去做应用 那应用的部分就是去做自己的照片分析 我们一样用Z图示 那最后制作成果 我们就把所有的东西同合起来 变成故事小说 一样会利用到故事山的策略 好 那时间上的安排是这个样子的 我总共会有六节课 好 那大概至少是分成三周 不过这个地方老师们也可以依照自己的时间调配 如果您想要用六周的时间去上 我觉得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好 那再理解文本的部分两节 接触理论一节 然后应用理论一节 制作成果两节 所以大致上来说的话 我觉得可以从这里去切 等于说前面的三节课 一半的部分 我们都在文本里面 接下来的三节课 后半段的部分 我们就应用文本所学 应用理论所学 然后拉到生活当中 好 就是我希望能够带给学生的部分 那接下来进行教学活动的说明 那这边我会分解说明 不过有些东西因为刚刚已经讲过了 所以这边我会讲得快一点 好 那第一堂课的时候先让学生做文本阅读 那不过这个地方 就是我自己操作的做法是这样 因为文本有一点长 那学生看的速度又很慢 所以如果让他们在课堂上看文本的话 可能30分钟过去就没了 然后还有些人没有读完 好 就是我觉得很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 因为之前就有很多次是这样 所以在操作这门课的时候 我是叫他们先回去看 看完之后我就说什么 我就说来我们来抽问一下 好 所以我就请他们做一个 空解密室杀人事件的调查记录 那这些东西当然都是很基本的检索讯息 如果你能够找出这些线索的话 大概文本的基本内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样子要进到接下来的结构分析 恐怕还是不够 所以我还要求他们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 就是去做一段话的情节摘要 那也希望他们可以立一个小标题 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小标题里面 去看同学对于故事的理解 好 比方说有的同学是从主角角度去理解这个故事 也有的同学是从凶手的角度去理解这个故事 所以他们的小标题差异就蛮大的 一个是说别乱怀疑人的故事 那一个就会说一个爱不到就得死的故事 好 那我觉得这个差异还蛮有趣的 那这个部分也可以让同学们互相分享 他们就会同时发现一些蛮有趣的点 好 那接下来情节摘要做完之后 我觉得还是要练习一下口说嘛 所以我会要求他们 我们把刚刚的情节摘要拿来说说看 好 那由说到写是完全不一样的路径嘛 有的同学很会写 但他不见得会说 所以这个练习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 好 然后也能够帮助同学在表达方面去进步 那我的要求是这样 就是一分钟之内要说完这个故事 内容必须要包含人事实地物 好 那就是同学他们在说故事的一个状况 那我会直接把时间投影在后面 所以他们在前面讲 后面同学都在看时间倒数 一边听同学讲 还蛮刺激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会去做故事三的练习 好 那这刚刚都讲过了 所以我们就先跳过 好 然后去做主旨的说明 那在这边我先摘要一些句子 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 其实不断出现杀人小说这一句话 也就是说 其实作者对于杀人小说 跟非杀人小说这个词 它是有一些 他自己想要琢磨的地方的 那这当然就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有趣的讨论题材 所以这里我就会请同学去思考 杀人小说跟非杀人小说 这两个词 为什么作者要这样去命名 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命名当中 去找到这个故事的重点是什么 好 就是人生并非杀人小说 好 那了解这个之后 接下来来带人物分析就可以了 好 因为人生嘛 那我们就要看一下张先生的人生 好 所以我们就带他们去做小组讨论 然后找出了这些东西 好 那到目前为止呢 呃 再跟同学做一下他们生命的扣合 好 因为中年男子的生命有点遥远 但是如果是自己从高一到高三的生命 蛮接近的 好 然后再从这里带他们去看 在这个故事里面 张先生怎么样去看待他自己 他认为自己是菲利普马罗 菲普马罗是谁 是一个非常man 非常受女生欢迎的这样一个形象 所以其实我还会让他们再思考一下 就是这个中年男子感觉是一个鲁蛇 感觉接受了自己没有才华 可是事实上他还是有一些 他对他自己的期待的 好 然后藉由这些东西 让同学对这个文本再有一些更深的理解 好 那接下来从故事到意涵的部分 就是我们刚刚有操作也练习过的了 好 所以这里我就很快的带过 首先会先让同学找拉钢嘛 然后可能让他们做一些笔记 好 关于三个层次的一些说明 然后再来我就会举例说明 比方说社工号龙 比方说哈利波特 好 然后让他们去做Z图师的练习 那这个练习就会用之前人物分析作为基础 好 然后所以这些都是学生们他们做的练习 然后再来我就会跟同学说 那我们要做迁移了 迁移是什么 把这个东西转换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吧 好 所以我们就会去做照片分析 那这片分析也是刚刚老师们有进行过的部分 所以这边我们也可以很快的带过 那不过也可以带老师们看一下学生的例子 比方说有一个同学他是篮球队 所以他就放了一张照片说 我看到自己准备得分的样态 觉得我是得分王 我超强 可是后来当我被换下场 这边我是建议他可以改成更强的对手 好 然后他才发现 其实我只是一个普通球员 好 因为我们学校去年有打入HBL的 八强 所以篮球在我们学校算是一个蛮重要的活动 好 然后再来这个是刚刚分享过的例子 那这里我们就不谈了 好 然后接下来第五堂课 我们就会开始做短文写作 那这里其实 简单来说就是 尽量给同学框架 然后给同学时间 他们就会产出很棒的成果 那框架是什么呢 故事山 好 那故事山的结构出来之后啊 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叫同学直接拿稿纸来去写 但是我后来发现这样子非常不行 好 所以老师们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 好 还是要给框架 还是要给阴架 所以我后来给他们的东西是这一个 就是你的故事山的结构出来之后啊 就填这个表格 那表格就会分开始 问题开端 然后故事高潮解决分法跟结尾 叫他们去做书写的练习 把他们这个 认知自己的照片故事内容 写成一个短篇的小说 好 那当然学生没有写过小说 所以其实有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是什么 就是他会写成漏漏灯的日记 好 那就有点可怕 好 所以我就会跟他们说 那你至少都放一句对话吧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做小书制作了 那这个是评分标准 好 在教案里面都有 老师们可以参看 那上课状况大概是这样 好 给大家看一下学生的成果 好 那这个学生他做得蛮可爱的 就是他找了一个照片 然后旁边放他的立图是做一个照片的说明 那他就说了他原本想要戴这个帽子 想要搞笑 而不是想要做一个恐怖的万圣节打扮 结果后来发现其实不是 变成是一个搞笑的状态 那这个学生呢 他就讲到说 自己其实呢 小的时候呢 想要学画画 但是爸妈想要要求他的成绩 然后最后他们一路和解 然后我觉得蛮感动的是 最后他说感谢的人 感谢爸妈 我觉得这个作品应该对他来说 有一些影响 好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想这个课堂最后的结果就是小书 所以我想我就先分享到这边好了 这个说明欠色那个 stronglyที่里面 需要你来 wie乒89 但是这个不忍不忍不忍 familiar